MT在鞇益益 你負責就會承價 你負責如此耶 你負責的話 動線如果 那個卡 你就要卡它 住家的空间通常都会使用到十几二十年以上 动线如果取得顺畅的话 不管在里面住了多久都可以感觉到很轻松跟很自在 原本的屋况是三加一 可是我们跟屋主聊过之后呢 发现说他们比较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读书 所以就舍弃了那个公共空间 然后他们是希望说可以在主卧室里面有一个更衣间 先生可以办公然后太太可以化妆的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屋主他希望说有一个玄关的空间 进到空间来就发现说这个深度这么浅的情况之下 要拉出一个玄关如果是做一个很方正的玄关的话 餐厅这个区域会被牺牲 那整体的动线会变得很狭窄 所以在当时候在发想的时候 跟业主讨论是不是可以接受一个斜面进屋的地方 那在呼应到走到这边一个斜面的展示空间 兼收纳 做掉这两个比较小的空间 春塘问题之外呢 另外一个风水就是进门尽量不要直接对到餐桌 可是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面 如果是用一个密闭室的直接把餐厅的视线隔绝的话 进门感觉好像直接撞到墙很不舒服 屋主都一直喜欢清古典这种清奢的感觉 那我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挑选一只比较特殊的柱子 那跟业主沟通之后他也很喜欢这个想法 所以让我们用在这个地方 鞋柜毕竟是怕潮湿的 所以如果说他可以把这个玻璃门拉上 那里面摆一台除湿机 就可以达到一个除湿的效果 那需要的时候可以拉上 不需要的时候就打开 这个空间是大概28坪 预计要容纳两大两小 住在空间里面一定是东西会越来越多 所以当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就是以收纳量做足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在把这个 加一房取消的时候 再取这个电视墙深度 所以我们是先把更衣机的空间做出来 然后剩下多少的空间来给外面这边使用 去拉了餐桌尺寸 走到尺寸 画出来画出来 然后看出来 这样的效果 我们取出来的动线是最好最舒适的 希望说更衣室里面是宽敞的 那可是又希望说电视这边客厅这边 可以再多加一点收纳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电视墙的周围都做满了收纳 点缀一些展示空间 那结合旁边的鞋柜 做整体的造型 看起来会比较一致跟宽敞 刚好我们这个餐厅这一面墙是一个柱体 那业主又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家具 希望说可以有地方可以放 那清古典这种风格 如果它没有办法 过到两边对称的时候 会变得很奇怪 那也不耐看 那所以当时候在我们在做这两边的餐厅 跟这个造型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希望 它可以收拿掉那么大的家具之外 它又是一个对称的造型 餐厅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个柜子是属于是方形的 它其实是会让这个空间感会很压迫 那如果只是单纯展示柜的时候 是不是又浪费了 我们也结合了侧面的吸尘器的柜子 效果是我们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主卧的空间其实我们一进去就有发现到说 我们预计的床位上面是一只大梁 它非常大 它有六十乘以七十 我们又不能在这个空间后面做柜子 然后往前移 因为等于整个空间会被吃掉 那因为圆弧没有采用的原因是因为 圆弧需要的尺寸会降更低下来 所以我们就讨论的结果 我是建议做斜面 斜面的切下来之后 它的高度可以比较高 比较舒服 这个房间也是我们女屋主选的 然后它定了一个非常粉嫩的粉紫色 那所以在我们在挑选壁纸的时候 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因为我们大概挑了很多本 大概有十几本 才挑到一个比较 不会强调它的粉嫩 那又可以搭配它的这个色系 更衣间还是希望它有一个里外之分 那我们也做了整体的电视墙造型 集合了旁边的机柜 然后集合了更衣间入口的拉门 让它整个看起来是一个 一整体的一个造型 那进到更衣间里面来呢 其实最特别人应该一眼就看得到 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就是也是跟我们女屋主中间 激起的火花 看到这颜色我跟她说 我好喜欢这颜色 可是我知道大家都不是很能接触 因为它的空间里面 她说不会啊 这颜色很漂亮耶 那我们就问这颜色吧 因为女屋主呢 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她就当时跟我们聊的时候 她就有提到她这个收藏坪的部分 可是因为我们刚好 我们的那个动线 它的其实正面是窗户 我完全不可能遮掉它的窗户 所以说怎么样去结合 在仪柜里面 特别去找了这个古巾 达到说充分利用掉这个侧面柜子的空间 我觉得动线才是一个房子的灵魂 大家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可是你的动线如果一旦尺度没有抓好 那个卡你就要卡它十年二十年的 所以我觉得动线真的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 也很感谢她就是很相信我们 在这些颜色使用上 使用的位置啊的建议这些 所以每一个案子 都可以从每个人的身上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也会变成我的设计的养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